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 拜登总统竟然在今年3月秘密批准了一项新的美国核战略计划 这次战略重点竟然聚焦在中国迅速扩张的核武库 白宫声称这并非针对某一特定国家或威胁 但你能信吗 虽然五角大楼和军备控制专家都试图淡化这一举措的影响 但事实上 这次的修订明显表明 美国对中国核武库的担忧日益加剧 同时 俄罗斯依然是主要威胁 这使得美国在制定核战略时需要平衡多个因素 这一系列的声明和报道 无疑揭示了全球核态势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2023年8月20日 美国政坛掀起了一场关于核战略调整的风暴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指出 白宫发言人肖恩 萨维特当天澄清 总统乔拜登批准的一份秘密和战略计划 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或威胁 这一声明是对纽约时报报道的回应 该报道声称 这项计划重新调整了美国的威慑战略 把焦点放在中国核武库的扩展上 白宫迅速回应 表示此战略调整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并非单单针对中国或其他某个特定国家 总部设在美国的军备控制协会对此也有话要说 协会执行主任达里尔 金伯尔表示 尽管美国的核武器战略和态势 在2022年核态势审议中已有描述 但其重点仍然是俄罗斯而非中国 金伯尔进一步指出 虽然中国的核扩展引发了关注 但俄罗斯依旧是美国核战略的主要驱动力 这使得美国在制定核战略时需要平衡多方面的威胁和挑战 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提及 白宫从未正式宣布 拜登已经批准了这份修订后的战略 尽管其存在并非秘密 报道透露 这份战略的标题是和应用指南 并预计在拜登离任前将一份非保密通知送交国会 这意味着尽管战略的具体内容保密 但其存在并非隐秘 在最近的讲话中 两位行政当局高级官员被允许暗示这项战略修订 他们表示 这次的修订与以往每四年的更新周期并无不同 当被问及这则报道时 萨维特强调 本届行政当局与之前的四届行政当局一样 发布了和泰式审议与和应用指南 尽管指南的具体内容保密 但其存在绝非机密 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指南 并非回应任何单一国家或威胁 然而军备控制协会执行主任金博尔对路透社透露 美国情报部门估计到2030年 中国可能将核武库规模从500枚弹头增至1000枚 然而俄罗斯目前拥有约4000枚核弹头 依旧是美国核战略的主要威胁 他引用了纽约时报报道中提到的白宫负责军控 裁军和不扩散事务的高级主任普拉纳伊·瓦迪 在6月间的评论 瓦迪表示 美国的战略是与中国和俄罗斯寻求核武限制 但如果中国继续当前的扩充轨迹 而俄罗斯超越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 美国在未来某个时间点 可能需要考虑调整其核力量的规模和组成 金博尔补充道 现任行政当局认为 可能要到2030年或之后的某个节点 才会考虑这类改变 这些声明和报道表明 美国的核战略正在经历一场微妙但重要的调整 尽管白宫强调 这并非针对某一特定国家 但显然中国的核武库扩展引起了美国的关注 与此同时 俄罗斯依然是美国核战略的主要驱动力 这使得美国在制定核战略时必须平衡多个因素 东方日报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据悉 美国国防部评估认为 到2030年 中国的核弹头数量将达到1000枚 未来10年内 其核武库规模和多样性将与美罗不相上下 针对这一情势 拜登总统在今年3月批准了一项高度机密的核战略计划 首次将美国的威慑重心转向中国核武库的迅速扩展 白宫对此回应称 拜登政府高度重视全球核武器扩散问题 特别是中国的核武库扩展 白宫发言人进一步表示 美国将继续与盟友和伙伴合作 确保全球安全与稳定 今日华尔街在其6度解析节目中深入探讨了这一消息背后的原因影响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主持人开篇就指出 拜登总统一项新的美国核战略计划在今年3月秘密批准 这次战略调整的重心首次聚焦在中国迅速扩展的核武库上 这一举措标志着美国战略重点的重大转移 反映了五角大楼对未来十年内中国核武库将与美俄相媲美的现实担忧 分析人士认为 这次的战略调整不仅仅是为了应对中国的核威胁 还反映了美国在全球和态势中的广泛考量 中国的核武库扩展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但俄罗斯依旧保持着强大的核武储备 这使得美国在调整战略时必须平衡多方利益 从上述多方报道和分析来看 拜登政府的核战略调整是对全球和态势变动的积极回应 尽管白宫强调这并非专门针对中国 但显然中国的核扩展在美国的决策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同时俄罗斯依旧是美国核战略的主要威胁 这样美国在制定和调整核战略时必须考虑到多种因素 总的来说 这次战略修订反映了全球和态势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随着中国和俄罗斯在核武器领域的动作 美国必须不断调整其战略以应对新的挑战和威胁 这不仅仅是为了保持军事优势 更是为了确保全球安全和稳定 正如军备控制协会执行主任达里尔·金伯尔所言 美国的战略调整可能要到2030年或之后 才会逐步显现其具体影响 但现阶段的调整已经为未来的战略布局打下了基础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拜登总统的秘密和战略调整正在引发广泛讨论 尤其是美国是否正在重新聚焦中国的核武库扩张 纽时的报道指出 拜登在今年3月批准了一项秘密和战略计划 首次将美国的威慑战略重心放在中国核武库的迅速扩张上 然而白宫强调 这一战略并不是专门针对某个单一国家或特定威胁 白宫发言人表示 拜登政府批准的和应用指南并非针对任何单一国家 而是与之前的四届政府一样 定期发布的核态势审议 NPR和核应用指南 NUD 白宫希望通过这一声明 澄清战略的真正意图 并缓解外界对美国针对中国的疑虑 总部设在美国的军备控制协会指出 美国的核武器战略和态势 仍与行政当局2022年的核态势审议 所描述的一致 并没有将重点从俄罗斯转向中国 尽管如此 美国情报部门估计 中国到2030年 可能将其核武库的规模 从500枚弹头增至1000枚 这一趋势已经引起了美国的关注 军备控制协会执行主任达里尔·金博尔表示 俄罗斯目前拥有约4000枚核弹头 仍是美国核战略的主要驱动力 它引用白宫负责军控 裁军和不扩散事务的高级主任 普拉纳伊·瓦迪的评论指出 美国的目标是与中国和俄罗斯寻求核武限制 但如果中国继续扩充其核武库 或俄罗斯超越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 美国可能需要调整其核力量的规模和组成 据纽约时报报道 白宫从未正式宣布 拜登已经批准了修订后的战略 但有关这项修订的非保密通知 预计将在拜登离任前送交国会 这意味着 虽然战略的具体内容保密 但其存在并非秘密 在全球和态势日益复杂和动态的背景下 美国面临的挑战 不仅包括中国的核武库扩展 还包括俄罗斯仍然强大的核实力 这次战略修订 反映了美国必须平衡多种因素 以确保其和威慑力量的有效性 和全球安全的稳定 总结来看 美国的核战略 正在进行微妙但重要的调整 尽管白宫强调 这一调整并非针对某一特定国家 但显然 中国核武库的扩展 已经引起了美国的重视 在此背景下 美国必须不断调整其战略 以应对新的全球和挑战和威胁 同时确保其和威慑力量的生存能力 和有效性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拜登的秘密和战略修订 不就是为了应对中国的核武库扩张吗 这是显而易见的 要知道 中国的核武库在迅速扩张 已经引起了美国国防部的高度关注 拜登政府当然要采取措施 防止未来被中国压制 拜登的核战略修订 根本不是为了针对中国 而是为了应对全球不断变化的核威胁 白宫已经明确表示 这不是对某个单一国家或威胁的回应 我们不能老是在中国问题上做文章 难道核扩散的威胁只有一个中国吗 琪琪 你这话真是太天真了 不针对中国 那为什么纽时和东方日报 都指出这次修订聚焦中国核武库扩展 难道是他们闲着没事编故事 要知道 美国情报部门预计中国到2030年 可能拥有一千枚核弹头 比现在翻了几倍 这不明显是为了防中国吗 天书 别一杆子打死 美国的核战略 一向不会仅仅针对某个单一国家 你看看俄罗斯 现在可是拥有大约4000枚核弹头呢 还是美国核战略的主要驱动力 从冷战到现在 美国一直在和俄罗斯斗法 哪有功夫单独盯着中国 而且 白宫和军备控制协会都说了 战略核心没变 别自己吓自己了 琪琪啊 你的善良让我感动 但现实可不像童话 中国在快速扩充核武库 而且还在南海搞事 这难道不是威胁吗 拜登政府要是不针对中国 那就是在自欺欺人 你知道吗 这次修订的核应用指南 可是大约每四年就更新一次 这次刚好赶上中国核扩展的高峰期 这还能说是巧合 哎呀 天叔 你这是启人忧天啊 真以为美国政府只会盯着中国看 全球核威胁可是多方面的 除了俄罗斯 还有不少国家在核武领域蠢蠢欲动 拜登政府当然要全面应对 而不仅仅是对付中国 你看看达里尔金伯尔就说了 美国未来可能要考虑调整核力量规模 但那是2030年以后的事情 你别先急着操心了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